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歌手在舞台上对嘴 就会被公开处行的那个年代 1980年代 韩国歌手们在舞台上开麦清唱是非常理所当人的事情 但是在90年代初 零代爱豆团体出现后 因为要一边跳舞一边唱歌 所以在舞台上对嘴的情况就变得比较多了 不过在当时 观众们对对嘴有着负面的反应 甚至在直播现场舞台 也有粉丝直接对歌手提到了对嘴问题 当时很多歌手们都表示 因为舞蹈很激烈 所以对嘴是没办法的事情 但是各大电台制作人们的想法并不是那样 打开已经录音好的歌曲 只是在对嘴的话 这其实是一种诈骗行为 然后从1997年1月开始 歌手们对嘴的话 就会在影片右上角加上这种标志 虽然很多歌手们对这种政策感到不满 但当时那个年代 电台有着绝对性的权威 所以逼不得已 清唱的歌手们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 甚至也可以看到很多歌手们在上舞台前 都会在休息室练习唱歌 尽管如此 从1999年开始 因为对嘴的歌手又变得越来越多 电台反而开始在清唱的歌手影片上 加上live标志了 而直到目前为止 歌手要开麦清唱 对对嘴也可以 一直都是网友们争论的话题 那个时期如果被发现对嘴 就会被狠狠地批评 原来他们在上舞台前一直都在休息室练习唱歌啊 这才是正常吧 既然不是真的在唱 为什么要假装唱歌 如果因为跳舞而难以唱歌 那就也不要做表情演技 也不要假装唱歌 只跳舞就好 对嘴绝对绝对不是错误的事情 你知道边跳激烈的舞蹈边唱歌有多困难吗 如果你真的讨厌对嘴 那你自己试试 边跳激烈的舞蹈边唱歌看看 现在是2023年 除了少说四代爱豆 大多数都在使用现场伴奏并进行对嘴 乐坦正逐渐退步 上台表演时 演员应该要做好演戏 乐手应该演奏得好 而歌手则应该唱得好 这才是对的 但如今 由于一些经济公司像电视台施压 如果让他们的艺人现场唱歌 他们就不会让艺人上节目 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的局面 现在即使是现场直播 也会有调音和声音修正 所以不会像以前那样裸露的暴露出来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开卖 音乐不仅仅是透过耳朵 也是透过眼睛来欣赏的 否则舞蹈、化妆、服装搭配 舞台演出、荧幕、音乐节目、MV等 都不会存在 以表演为主的K-POP和韩流 也不会存在 所以 对于在舞台上对嘴 就会被公开处刑的那个年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编辑 你想想想想想想想i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